橘色的外牆T字形的屋頂 二樓還有陽台 濃濃的19世紀建築風格 但如果你是吉普利民 一看就會知道這棟建築 完美還原新之谷裡的 地球屋古董店 這裡是11月即將 在日本愛智縣開幕的吉普利公園 其中規劃的青春之秋區域 同樣也在青春之秋裡的電梯塔 結合霍爾的移動城堡 和天空之城的世界觀 塔高28公尺 電梯可乘坐20人 打造成吉普利公園的地標之一 吉普利公園共規劃五大區域 包括青春之秋 吉普利大倉庫 魔法故鄉 魔女之谷 Dontoko之森 11月1號開放第一期三大園區 也就是青春之秋 以及作為室內策展空間的 吉普利大倉庫 還有以龍貓 小月和小梅的家 為核心的Dontoko之森 明年才會開放第二期園區 魔法公主的主題園區 魔法故鄉 還有魔女之谷 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部吉普利動畫 更是許多日本人如屬家珍的作品 就有日本店家為了迎接吉普利公園開幕 推出在線飯 像是挨上了波妞吃的火腿泡麵 泡麵放上半顆水煮蛋 兩片火腿以及桑花 完美還原 魔女摘集片的南瓜鷹魚派 也沒考倒店家 還有身影少女 看起來很像肉丸的食物 店家也寫師復刻 要來歡迎 私中的吉普利粉絲 驗收究竟做得像不像 TVB的新聞 周一鋒 楊慈英 台北報導